霹雳一声唇雷响 老灯继续来开讲 今天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段子 这个段子在国内现在挺流行 据说这个段子是马云亲自跟他的朋友们讲的 这个段子还有意思要讲给大家 大约三个月前 马云那个时候正处在风口浪尖上 马云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和他不出事了 但正在挨着 然后他是被叫到中南海 副总理刘鹤要找他谈话 训诫谈话 意思就是要开导他 要训着他 他跟刘鹤谈完 忽然接到通知 说习总也要找他谈话 听说他来中南海了 他跟习近平原来也认识 习近平在浙江当书记 都很熟 现在听说来了 要跟他聊聊 这马云就赶紧赶到习近平的办公室 进去以后 据说习近平很冷淡 不像原来的亲热 马云坐下以后 习总就突然开口问他 你从哪里来 马云一听 赶紧回答 我从杭州来 习总接着又问他 你从哪里来 又问了一遍 这马云习有点发懵 从杭州来 那我从阿里巴巴公司来 习总还问他 你从哪里来 这马云就傻了 三句你从哪里来 马云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杭州来也不对 阿里巴巴来也不对 这马云就不敢吱声了 这个就冷汗直流 这个时候习总说了 你从人民中来 你行了 回去吧 这马云赶紧站起来 这个告退 出来是汗流加倍 这个吓得够呛 出来他说 他琢磨 这个为什么问我从哪里来 最后是行了 行了让我回去吧 这是让我回家呀 回去还是让我回到人民中啊 那回到人民中就回到底层了 打回烟行了 这个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就回去了 惶惶不可终日 这是这么一个段子 在国内现在就是圈子里很流行的一个故事 马云还好 因为不管怎么说 他惹点祸 这个阿里巴巴还在 公司盈利情况也不错 没什么大的危机 现在就是消停了 也是低调 最近呢 这个另一个大企业出事了 就大家都知道的 恒大 这个号称中国第一房企啊 第一房企出事 出事的这个情况呢 大家都知道 网上也是这个舆论上吵得分不洋洋 这个许战因出事了 主要是这个资不抵债啊 濒临破产 我是不太愿意讲这个经济方面的话题啊 因为我也根本不懂经济啊 这个对经济从来也不感兴趣啊 算来算去的很多数字 我也不识数啊 数学不好啊 但是今天为什么要讲一讲呢 因为我得到了一封许家印给中央的求救信啊 我觉得这个事可以讲一下啊 他这份求救信的内容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许家印呢 这个这个发生危机了 这个恒大啊 最主要的这个危机呢 还不是他这个啊 这个欠了多少什么银行的这些债啊 最主要是欠了这个他那个恒大财富啊 不是欠了那个投资者的一些钱 大约有四百 这是这叫四百个亿啊 这是四百吧 这不是数 这些投资者的闹事 你们在这个网上都看见了啊 这个上街 这个甚至冲到恒大总部 跟塔利班进那个那个阿富汗 那个总统办公室啊 坐在屋里闹 我还看见那个 恒大这个他们许家印跟这些投资者对话 有一个女士在挺猛啊 这破口大骂 骂许家印啊 我就骂的挺爽 这个女的 骂人是高手 我估计我要跟他骂 我都骂不过他 我怎么能骂人 什么指着许家印 你搞那些女明星呢 你香港买那些豪宅呢 什么什么 破口大骂 很能骂人 然后这些这个投资者的一闹呢 影响了中共的社会稳定啊 所以说最近呢就这个镇压这些人啊 维稳 一个是不让他们出来啊 警察直接去堵门 还有封了他们的什么微信群 那不让他们联络啊 中共就擅长这样嘛啊 这个把这个出问题的人 他们不去解决 制造问题的人啊 这个有了问题受害的人 他们去解决这些人啊 不让你闹事啊 这个危机现在还在 还在演化过程中 这个恒大这个危机啊 并没有说现在化解了啊 只是媒体很少报道了 不敢报道了 因为中共现在在维稳啊 不让媒体报道恒大这场危机 这灰犀牛啊真的来了啊 但是不知道你说啊 实际上10月4号啊 恒大的股票在香港停牌啊 就这几天恒大又有几个亿的这个啊 债券现在对付不了啊 这这这都是已经真是变力崩溃了 啊然后呢 这个许家印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扛不住了嘛 他就那个向中央呢求救啊 他这个信呢 我看了一下啊 啊大致是这么几个内容啊 如果要如果大家要看这个信的啊 全文啊 我可以那个把它贴在推特上啊 他这个信的第一个部分呢 就说了恒大对国家的贡献啊 给自己拼功摆好啊 啊他说这个恒大什么为国家建设做了什么贡献税收啊 什么就业啊 啊城市建设啊 啊说了一说了说了一些啊 他自己也给自己拼功摆好啊 说什么自己忠于政府忠于党啊 一心向党啊 啊这个他也提到了七一这个党庆啊 他被党这个中央邀请上了天安门啊 参加这个国庆管理那个党庆管理活动啊 他自己说啊这是党中央对他个人的肯定啊 他这也是啊拉拉起做虎皮嘛 然后呢他就谈到了恒大危机的起源啊 我很奇怪是他没有检讨自身的经营管理和恒大的这个战略经营事务啊 比如说盲目扩张什么啊 他把这个恒大危机呢都推到外面的因素上 都推到客户因素上啊 你比如说这个啊国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啊 还有这个啊 他提到了这个外国的这个评级机构恶意降低恒大的评级啊 这个做空恒大 还提到了恒大这个回归A股的这个失败啊 通过神仙房最后回归A股全钱没有成功啊 他提到了这些外部原因啊 然后呢他重点提到了呢 两个会计师事务所外资的啊 这个其中有一个是沈济雷曼兄弟 当年那个雷曼兄弟啊倒闭的时候这一家外资公司啊 对恒大的他说是严格的审计啊 审计的结果呢就是恒大的确是有1.97万亿的啊这个债务啊 这是表内的啊就是明着的债务啊 又审计出来呢 有1.2万亿的表外债务就是隐藏的债务这两项合计加一起呢就是差不多三万两千亿啊 他提到了呢这是债务总额 他说恒大现在的总资产呢 审计完了大约有这个2万5千亿啊 主要是包括什么土地储备啊 他有股份呢在这个其他公司啊 然后还有些商业建筑啊 包括什么啊香港的那个他们恒大额 那个什么总部那个大老公说就值2万多亿 那么这个3万2千亿减去他这个资产2万5千亿啊 那就是他说呢只差7千亿啊 我说这个大老板说话就是云南风轻啊 只差7千亿 我现在只差7千块钱 我觉得都不行啊 人家只差7千亿 云南风轻 那么他他这个最后的谈到了呢 他说这个恒大呢已经无力自救啊 这是原话啊 就是向中央申请呢派出工作组 他主动要求这个中央呢向恒大派进来工作组 他说对恒大进行这个资产处理 这个重整啊这个重组恒大 这就是他这个新的这个这个大致内容了啊 最后他还提到了这个 这个啊他可以变卖他的个人的所有的资产啊 补偿恒大的这些损失啊 他个人呢也愿意承担经营管理责任啊 这个这么说 我觉得还还还算个汉子吧 可能是他也知道 那么出事了 你最后你那些资产你 你不成功也也就没有可能啊 最后你要出大事了 那肯定是没收你宣布资产 还不如自己主动提出来啊 这封信的这个大致内容啊 总之来说就是一个这个哭穷求救的这么一封信吧 啊一封那个高级信求救信 呃 这个要求中央救恒大啊 呃 我自己吧我个人观察我这也是外行观察啊 这个中共最后会不会救恒大呢 啊我觉得会救啊 但是现在呢可能还不是时机啊 他可能是啊让这个这个这个恒大的这个危机呢 可能在啊演绎一下 主要是教育那些其他的房地产企业 就是你不能忙不扩张啊 有一个危机在这里啊 但是呢如果是继续任他这个这个危机 这个发展下去呢 中共也不会啊 因为可能这个灰犀牛啊 他可能会产生这个啊 连锁的这种骨牌效应啊 其他的这个大的房企会这个负债率高的 啊随了就倒了啊 这是中共不会接受的 所以说中共会救啊 会在一个时机点出手相救啊 估计就是把恒大接管过来啊 进行处置啊 但是我个人分析啊 可能处置的就是他欠银行的这些钱什么的啊 这个中共会帮忙处置资产 清偿这个国有银行的这些欠债啊 你老百姓欠那个什么400多亿 我估计也就够降了啊 最后牺牲的就是底层的这些韭菜啊 你们要是能闹赶紧闹吧 要不然你们最后你们这些受害者 你们拿不到钱来啊 恒大提出来是什么三个补偿措施 什么分期付现金啊 可以给点房子 然后你要是恒大的这个住户呢 买他的房子了 没款给你再减点啊 估计这些等到恒大危机彻底爆发的时候 也都兑现不了啊 我估计你们闹大了 可能中央会有措施怎么补偿你们这个投资款 在中国啊 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这个半调子这种市场经济 那个宪法都明确写了 那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半调子市场经济 实际上你多大的民企 你最后都是一颗大韭菜啊 什么时候被割什么时候倒啊 这个都是其实都是中共在操控的 很多民营企业家呢 多数民营企业家的结局都可想而知啊 你能好得了吗 那一个一个例子摆在那里 什么黄光玉啊 什么母亲中啊 到这个后来的这个孙大武啊 任志强啊 这很多民营企业家 甚至包括海航的这个陈锋 你最后都是要进去吧 都是要完蛋的 有的是企业没完 你企业家多了 那企业完了 那企业家就更完了 都是要被搞的 你像这个尤其是许家印这样的 这么招摇 他这么张狂 他出大事是一定的 我在网上看到许家印的段子 那是他的身边人贴的网上 许家印张狂到什么程度 拿着手机 就为了显摆他 把这个跟范冰冰的关系有多提 就打开手机的免提 当场就给范冰冰通话 范冰冰接电话以后 他就命令范冰冰 啊 洗干净啊 洗干净净净的 我马上过来 那个电话里的范冰冰就说 好啊 好啊 我现在方便过来吧 过来吧 现在出事了 你许家印你再这样去 说这个范冰冰再 再再再再统话 我估计 你说让你洗一洗 我现在过来 我估计范冰说 你别来别来 我现在不方面了 这就是什么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验冰客 眼见他楼塌了 眼见他客散了 咱们也散了 咱们的电话 中共的面称 哎呸 咱们其仇包 也把计划 我们发偏常缴 晋车 卖 不过